台灣問將開著車門 邊控制方向盤邊推車 不過仔細看這場景 不是在一般馬路 而是高架道路上 民眾氣氛 錄影PO網路馬司機 會不會太扯 車卡在高架上 還有小孩在後面幫忙推 出事了 怎麼辦 調查地點就在台六十四線 板橋網中和路段 二十五號下午四點多 零姓國中生搭計程車 要去參加北區游泳錦標賽 卻在路途中遇到突發狀況 不僅耗費體力 心情也受到影響 導致比賽成績不如預期 遭指控的計程車車隊 自身使用最新科技 降低空車率及節省油耗 並把節省費用回饋給乘客 韓問獎 卻發生沒有推車事件 現在看起來格外諷刺 我們實際打給當事車隊總經理 接稿前無法取得回應 警方則表示 這樣的行為已經違反 道釗法第三十三條第三項 可處駕駛人六百元以上 一千兩百元以下罰還 為了方便搭計程車 卻反倒拖時間 還暴露在危險之中 乘客安全 亮紅燈 現在宣傳成績想像心儀 新北青網報導 街營 海大圾 慶岩人六百元以下 規範 規範 攝通